我们看到我们的执政党用你的钱来洗你的脑吗 这是来自于在野党国民党的一个指控 他说政府靠洋网军大内宣 那依据是什么呢 他的证据是什么呢 原来今年度的媒体宣传费达到15亿 这是政府编列的 暴涨跟去年上一期暴涨了65% 那我们看到政府的说法是说 我通通都是依法 我没有违法的地方 媒体宣传费 大家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伤害或是好处 媒体他去追查 原来宣传费都集中在5个机关 包括内政部是最多的 增加最多的 行政院 农业部 交通部 教育部 大家还记得1450这个 nickname 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吗 就是从农业部来的1450 增加的预算用在哪里呢 网络宣传1亿 电视节目宣传1.1亿 另外警政署宣导诈骗 因为诈骗大家都声痛误觉 所以是2.3亿 可是联合报就做了一个报导 他说你太集中了 你这个1.1亿的电视宣传费 可能就是那几家 或者是说你看到的包括其中执行的金额 1000万都是电视业者或者是行销公司 而且都集中在几家 你这样子有可能 不是很均匀 所以也是被提出了一些纠正 行政院说这个是宣导政策 譬如说容积率好了 我们可以宣导 这责任还有义务 你不给我钱我怎么宣导呢 我必须用各种管道来宣导 可是现在问题在于 你可能太过集中在某一些媒体上面了 来 这要请教老师 是 这所谓的公共政策的分配性正义 所有的国家资源跟政策 谈的就是一个分配的正义问题 与其谈转型正义 不如谈分配性正义 其实媒体也一样 政府要做这种政策的行销 其实我从我的角度看 从管理角度看我就可以的 但问题是如果它变成 换两个养军去产出一级 去党头发育 这都不应该 所以说透明公开 至少从一个纳税人看 我教的纳税人 我希望政府在做 这个政策行销是怎么做的 第一个 你至少这个钱往哪里去 前面讲土地罪 你不要土地特定对象 至少说你这个钱 分辨到哪里 你定期公开 没有说没那么厉害 有这件媒体 这厉害什么都会 包山包海 不可能 吃糖 吃蹄 吃到贵身口 贵贵贵 这不可能 所以每一家不论它颜色光谱 为哪里 为何 其实只要是政策中性 它不涉及到意识形态 都应该要有机会 第二个就是 你这个招标的程序为何 有时候化整为零 一百万以下就是不让你上网 等等之类的 但这种是有金流去向 我们前面到现在谈的是 有没有土地 有没有金流去哪里 政府也一样 如果说你要做出示范的作用 在分配性的正义上面 不要独立特定的厂商 或者独厚特定的厂商 从你开始做起 社会的风气可以变好 至于说行销内容为何 其实在一党也有负责 监督了自己权利 也就是说在立法院现在 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是多数 假如说这个费用是不恰当的 你在预算上你可以删 在预算上在人事上 你大可以动这种 所谓的check and balance 而不是只是在那里 有时候觉得 政府怎么在这样子 在野党不是路人假 也不是路人蚁 你们watchdog 你们就是跟前面那个 美国国防部一样 他们是要看门的 要帮民众守住荷包的 这是在野党 立法院应该尽的责任 是国民党其实有讲 说这个会期 他们一定会用力的 严加的来審查这个预算 看到的是徐宇珍 他说该删的 该减的 我们不会客气 一定会删 那这到底是不是在洋网军 还是真的是在做政令的宣导 我们看到洪梦凯就说了 政府根本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 他讲的是这个诈骗的相关的宣传 投放了2.3亿元 这样子的宣传费 他认为包括文宣费 暴增20倍这件事情就是 政府用你的钱洗你的脑 我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讲的 另外为什么会跟柯文哲的案子有连结 大家知道柯文哲这个土利罪 或者是收贿可能相关的罪嫌 这一次透过媒体的报道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细节被披露出来 检调或者是检联 其实都说侦查不公开 可是看起来并没有侦查不公开 这件事情 包括三立新闻的记者 加码爆料说消息来源 什么1500这件事情 而且是他养了7年的检调的 这样的线的消息来源 告诉大家的 所以很多人就在问 是不是特定的媒体 他有特定的来源 那检媒或者是党的角色 有没有在里头 包括昨天黄国昌 他在一个所谓宣讲的新庄场这里 他特别指出来检调滥权 包括有一个阴谋是在摧毁柯文哲 这是黄国昌说的 来 婉慧 我觉得我前阵子 我跟马贤总统的律师 当时三中泄密案的律师在一起 他在分析这两个案子 他觉得先不管柯文哲有没有罪 但是他在讲当时的马英九 马前总统 就是说整个的过程 跟包含相关的讯息 不断的外露透过特定的媒体出来 其实光这个过程 就让大家对于柯文哲的信任度 绝对会打很大的折扣 虽然我昨天看台湾民意基金会 我觉得看起来信任他的还有26% 跟他当时总统的得票数是一样的 趴数上 但回来讲 我觉得这段时间确实 就是说我也满好奇 就是说 北姐说要开始办这个泄密案之后 先办的你以为会是某周刊 结果竟然不是 是掉了另外一家的媒体 我记得她是写过一篇还两篇 跟某周刊 每次都在北姐要做相关动作之后 或之前都有相关的一连串的 故事性的一个报道 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我不知道北姐 是不是真的有想要 好好来办这个泄密案 回来讲 前面讲的这个 有关文宣的部分的费用 大比的这样的一个增加 我看了一下内政部 真的增加满多 去年上一次是 今年是0.2亿 今年变成 明年变到2.6亿 我也不知道到底 为什么突然要变那么多钱 道士老师刚刚讲的 就是适当性的部分 有一些部会 他的这个得标厂商的集中的程度 非常的高 这个不是委员们做出来的资料 这个是立法院预算中心 做出来的资料 什么叫做立法院预算中心 它是一个中立的 就是立法院的一个幕僚单位 他每年其实对我们这些 立委或法助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 他会把今年度 这个执政党他所提出来的 每个部会的所有的预算 帮你做一个基本的分析 如果资料不够全 他会帮你打电话 去这个部会问 然后做出来的分析 所以跟大家报告 农业部 卫福部 劳动部 交通部 都是属于得标厂商 集中程度很高的 如果是这样 你自己立法院的预算中心 都已经告诉明白了这样 这几个部会 在相关的预算的编列 跟未来的一个发飙 这些相关的工程 或相关的案子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特别注意这些事 的确这一次 柯文哲的案子 前所未见的 我必须这样讲 过去其实检调 也都会放消息给媒体 可是这一次的放消息的 幅度真的很大 几乎是可能把起诉书 或者是调查的结果的内容 我都怀疑是不是媒体 已经拿到一个完整的 详细的情形 因为他报道的是巨细迷移的 包括我们看到 陈佩琪的保险箱里头 有没有冷钱包这件事情 其实这也是好事 因为昨天检联有出来讲说 没有冷钱包 就是报道的 他没有讲没有冷钱包 他说报道的事实 报道的内容跟事实 严重的不合 完全不是事实 这也是第一次 在柯文哲案件中 简联出来证实媒体的报道 是错误的 其他的代表都是正确的 代表都是正确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媒体现在报道 有很大的错误的话 两个方向可以去提告 一个是陈佩琪 如果他昨天说 没有USB这件事 他就可以去提告 第二个 我觉得检调也可以用色違法 去侦办 之前不是只是有一个民众说 我买了一颗绿色的鸡蛋 是不是进口鸡蛋 就被告了 警察去叮咚叮咚 找上门 台大苏老师 只是评论一个故宫难院的政策 也被以色違法 何况这个 已经引起社会恐慌 跟争议到了这个地步 检调可以主动出手 以色違法去侦办 不是只说我没有 我没有 这个明显就已经在 他们已经分案了 对 他们的分案是调查 自己有没有泄密 可是你这样反而证实 真的有这个密 可是你又说 他这个是报道是不实的 不实就是杜撰 就是虚的 这个当事人当然可以去提告 当事人都不提告也很奇怪 人家许小新就去提告进 我觉得还是要从司法的 用司法手段去解决 来 其实虽然最近大家在讲 檢讨了 侦察不公开这件事情 但其实从刚刚这个 我们谈到说 北检出来澄清 说没有冷钱包 这件事情也看得出来 因为其实记者或媒体 长期来生态这样 大家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去接触整个 包含检调工作人员 包含检调工作人员 身边附近的人 用很多方法 想办法去拼凑消息 抢快或看可不可以取得独家 所以例如说冷钱包 就是一个例子 他其实已经被打脸了 所以他显然是东问西问 问到了可能别人 问到一个错的 他把一些爆出来 假新闻 对 这我就说这个不一定 等于就是说 他就是检调违反 侦查不公开 另外我也想讲 关于侦查不公开 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落实 让在被检调侦办人当中的权益 更得到确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可以讨论问题 但我要强调说 这个状况并不是真的 真的不是只在柯文哲 这次才出现 因为我们看前段时间 例如说郑文燦 他在被起诉之前 其实也有很多消息 陆续的透过媒体出来 例如说 我们自己民进党的林医警委员 他前阵子也被检调搜索 其实你看到 也在检调发新闻稿之前 也很多消息 就透过某周刊也出来了 或更久之前 前总统阿扁总统 那时候 因为他跟他家人 涉入一些洗钱的争议 一周刊 现在已经熟掉了 当时是连续20期的封面 每一期都在写新的进度 每一期都在写阿扁怎样怎样 所以我觉得这某种程度 也是一种台湾的特色 就是说大家对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 给予非常高度的关注 当然大家要来去检讨 制度要怎么改善 我觉得都是好事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 好像现在后面有什么政治力 特别在针对你柯文哲 在搞你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其实吴森讲的没有错 过去很多案子 尤其是社会高度瞩目的案子 记者一定是卯足了全力 要去挖独家 挖新闻 然后会有一些讯息出来 可是这一次我觉得特别的严重 如果可以经由柯文哲的事件 这一次的事件 可以把整个侦查不公开这件事情 给做到好 然后把它落实下来 我觉得柯文哲也是功德一件 也做到功德 进一项广告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好 现在各种消息呢 满天飞有一些市议员也跳出来指控 包括台北市议员洪建益 她说我梦到了一件事情 我梦到金华城案 蔡碧如也有份 她隔空三问蔡碧如说 你要出面讲清楚 否则我手上有证据 现在大家都要来抢版面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一次洪建益异作 她会这样跳出来讲 因为她也是调查小组的成员 所以她手上可能有一些证据 她讲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她梦到了 她有没有跟她做同一个梦 因为她讲的蔡碧如下调子这件事 显然时间叙事对不上 因为蔡碧如是2018年之前 就已经没有担任市长市主任了 可是这件事情是2020到2021 有太多的细节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洪建益 她也是这个调查小组的成员之一 不过她既然敢对媒体这样放消息 她就应该要负其某种程度的指控的责任 她的指控是说 蔡碧如 你有没有见过朱雅虎 你是否认识朱雅虎 她也认为朱雅虎 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一个角色 还有手遇 你有没有下条子 还有你是不是跟金华城的高层见过面 我觉得沈青青应该跟很多人见过面 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蔡碧如 这个顾问她有撇清 这个她说没有啊 她有撇清 那朱雅虎的角色又是什么 因为过去我们大家知道 她曾经也在台北市的兵议科 做过这个首长局长 那蔡碧如说 人人都在当编剧导演 你要提出证据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 就是议员一脚出一件事情来 我们大家媒体其实就围着转 因为柯文哲案 的确是社会高度瞩目的案件 记者我必须讲我们自己身为媒体 我们有时候也很为难 譬如说吴珍讲了一句话 我要不要写 就是会有人写嘛 对啊 你看这个淑慧讲了什么 当然因为她是小组的召集人 我们也会写 可是到后来到底是真的假的 或对的或错的 那当然是要由司法机关 或相关的来做检验嘛 老师 这个议员她的工作职长 包括兼任检察官 来要求 蔡美如你讲清楚 还有接任党机 她还要做梦来开示 议员的关不太大 基本上关也不可以这样做 是说议员好好问证 看起人民的荷包 你看所有的就是 议员来的也当召集人 你若不是召集人 就不要召集 好不好 建议说 如果你不是召集人 就不要太召集 人家吃迷离的话 就没意思 把你的工作办好 其实你在我们那一区 你还是很受欢迎的 我也是你的选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灌溉满金华 阿伯都憔悴 也就是说 这次其实不论是政治的意涵 或者是党中央的一个意涵 或者是法律的意涵 都冲了柯文哲来的 这很明显 就当柯文哲最后的 就算全身而退 他没死也不怕命 皮一头牛 他属猪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 他说什么 他比我小一岁 他属猪的 他已经被剝了好几层皮去了 他比你小一岁 他比我小一岁 头发比较多 但是要关注比我大 你扯蔡壁如意义不大 也就是说这当中 蔡壁如不是黄珊珊 他也不是跟黄景茂 他们在一起的 对蔡壁如来说他真的是 他除了他的论文 我看过他论文 他觉得 他连论文都说他辞掉立委 我跟他看过 没有问题 他说他改写 rephrase一下 我帮他做调整 他说他继续改 但是他就要辞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蔡壁如要讲清楚 你又不是检察官 他也不是嫌疑人 他也不是证人 你叫他讲清楚 这个有点糟惊起来 也就是说他歪楼了 你当蔡壁如是塑教吗 当然不是 所以我觉得说 回到主意上 我们每一个人各时其指 现在整个社会会乱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说 个人至少门前雪 修管他人瓦上霜 台湾的问题现在是 个人不扫门前雪 钻滚他人瓦上霜 议员就做好议员的角色 不要兼办案的角色 这件事情交给检察官 专业的 让专业的来 是 蔡壁如 其实大家知道 她是从台大议院 就一路跟着柯批 柯文哲 一直到台北市政府 然后现在她在台中当顾问 既然她被点名了 她也告诉大家说 大家顺便来关注我的活动吧 她要为柯批集气加油 在台中 在中秋节当天 礼拜二 她说希望司法可以厘清案情 不要每天出不同的剧本 她的海报也出来了 众人都在台中 台北的主场就留给晚会他们 她在台中集会 并且集气 那这个署名叫做 蔡壁如团队 麦玉珍团队 陈青龙团队 江和树团队 几乎都是中南部 这一带的人 感觉她跟台北这里的 有切割 或者是有一点距离 不要讲切割 有点距离 来 你写 我就现在 刚刚我认同校长的讲法 就说你现在是要司法办案 几分证据讲几分法 你约黄锦帽 押彭震生 押柯文哲 就相关公文流程上 我认为有它的必要性 可是你现在变成民党 感觉起来 世界上政治办案 不再司法办案 一会点黄珊珊 又要点蔡壁如 我感觉民党现在有心 就是要把民众党 整个全党殲灭掉 真的喔 我还在 对啊 接下来可能 就放晚会了 是不是说 晚会也在旁边 变成顾问小组怎样 只要有相关 有影响力的 没有必要这样子吧 她只是你们 造势说晚会而已 不是 造势晚会 所以我觉得晚会 就是说 你到底说 有没有加密货币之类 他为什么流成这样 大家会传出这样子 就是说 因为检调 检方是找了金流高手 成文检查官加入 他过去办过 虚拟货币的高手 柯文哲找了一个律师 就是萧宏毅 萧毅 萧毅 就光头那一个 对 光头那一个 连光头 后来开始又被传出来 是不是又跟200万 我怎么样 就说变成现在全民在办案 好像有点像连续剧一样 我就说 现在到底检调掌握了多少证据 然后媒体又掌握了多少证据 甚至我会觉得说 检调办案 检调的证据 也没有淑慧手上拿的还多 这变成这样 所以变成说 民党有点建立的欣喜 他希望把政治效应 或政治红利这一块 极大化 像就模糊了司法办案的一个焦点 真正这个案情 我也认为金花城 是俨然是一个弊案 相关人是要负责任 可是你不能在司法 还没有确定之前 无限上纲 要把政治红利拉到最大 希望民党希望 把所有小草都回流了 这样都过头了 所以包括朱立伦主席也提到 绿检媒一次办案 为什么说民党 憋了那么多的 相关的宣传预算 相关的宣传预算 又留到哪一些媒体 这些不是要公开标案吗 所以绿检媒一体的话 让人要怀疑 连国际媒体也 那个Severry 包括对台海专家 那一个任雪莉 他常来台湾 也对台湾了解 他现在台湾说 变成说政治人物 互相攻击的话 陷入内斗的话 无法一次对外 人家有担心 所以一个司法案件 弊案查清楚谁该负责 然后现在民党 我觉得也不要说 建业欣喜 要把政治红利极大化 因为这个不只说 在国内有他的政治效应 甚至也影响到 国际的学者 甚至外国看台湾 到底怎么办 台湾真的民主化了吗 还是司法 真的被受到政治操纵 这才是问题 到底有没有间列欣喜 我记得前几天 賴清德总统 好像有下令说党支 或者是服怨党的相关同仁 不要对这件事情 柯文哲案提出批评 或者是智慧 有这样子的话吗 应该主席没有直接下令 但一直以来 我们党部的定调都是如此 其实也不是前几天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包含我们发言系统 其实大家很节制 因为其实金华城这案 在检调还没进入侦办以前 在今年3月4月 当时我们就在党中 也开过几次记者会了 就是那时候也是 把一些相关的公文调出来 认为说他这一案 是明显违法图力问题 但是一进入到 真的检调 进入到司法阶段以后 其实我们整个是拉开 保持剧烈 可是你们不是有做图卡 你们叫政会执行长王毅川 很没拉开 他上节目评论 上节目总是大家在讨论 帮检方做一个图卡 那个时候 那个是北检的新闻稿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他们已经发布出去的 然后帮他做成简单的图文 但我要讲回来是这样子 就是说其实这一案 我们真的 没错就是让司法去办 所以对民党来说 并不会特别觉得 要间列欣喜或怎样 但确实最近大家社会上的 讨论度非常非常高 其实可以看我们 大家晚上看政论节目 可能最近这一个月 每一台都在都疯狂在讲 我觉得这其实 主要还是在柯文哲 他本来就是一个 话题性很强的人 他自己以前又把他的 清廉的招牌公开透明 举得这么高 所以当他涉入弊案的时候 本来就会成为一个 全民觉得这个对比 非常强烈的案件 那个我只是要提醒一句 我觉得民进党 如果不去约束 他自己的党公职 真的会遭到反噬 因为洪建议 刚才我就想说 我怎么那么有印象 他什么样 我跟大家讲说 他在 我们还在市政府的时候 2009年 他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 就是他在议会質询说 我们那个猫懒 说什么维护的安全性有问题 什么猫懒的站 结果后来 我们去调监视录影带 发现说他的整个新闻 是他跟他助理 自己去把门破坏的 然后跟 就是脚尾犯事件 对 跟民事的记者合作 然后把他拍出来 然后来指控市政府 自导自演 自导自演 然后后来这个案子 还被市政府告上公堂去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洪建议有过这个记录 我们大家都还在 印象也很深刻 我的意思是说 然后你这个时候跑出来讲 蔡壁如什么 他做梦 梦到 然后时序都对不起来 那当然会让 刚才明贤分析得很对 当然会让民众党的支持者 认为说 那你这个就是要 毁灭政党而来 那民进党如果很多 放任很多党公职 像刚才举的例子 在电视上会声会影 穿着附会 每天在那边 不是Key Don 就是做梦 你这样子的话 还有唱歌 还有唱歌 你这样子当然会让 民众党的支持者 感到更加的悲愤 我觉得做了执政党 不要这样子 作风实在是要理性一点 理性科学一点 在这种事情上 议员不要说自己做梦 梦到 你有什么这样就拿出来 你梦到 谁管你的梦是什么 其实真的很荒谬 我看到友台的这段节目 已经完完全全失控了 变成综艺节目 有唱歌的 有甚至我看都快要开香槟 放鞭炮庆祝了 这么开心 真的会刺激很多的小草 这些小草如果对执政党有仇恨 我觉得赖清德不会开心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医师 昨天她有出面接受访问 其实是前天礼拜四的下午 我们看到她非常虚弱 戴着口罩 接受三家媒体的访问 TPBS也是其中一家 可见这个民众党 现在对于媒体非常的防备 照理说应该是开记者会 大家都来 可是她没有 她只开放三家 中间讲到金流的问题 有议员就说 你跟你老公说的 说法不一样 都不拢 里头还有很多疑点 我们来看看 那那一年的花费 就是人事跟活动的花费 一千五百多万 所以那一年也还有 两百多万的选举补助 按陈佩琪说法 当时选举花费一千五百一十三万 而选举补助款一千七百四十二万 因此结于近两百二十九万 但当时的发言人柯玉安却说 柯文哲当年为选举抵押房屋 贷款两千万早就花光光 虽然有一千七百四十二万选举补助款 加上退回的两百万保证金 应该还亏五十八万 三百万的金流的落差这样子 这个就有点糗 还亏六十万怎么办 还好吧 实际看看当年监察院结算表 实际支出五千五百五十万 并非陈佩琪说的一千五百一十三万 就算加上政治现金四千四百万 也还有一千一百万的缺口 柯文哲在竞选市长的总支出 是一千五百多万 总收入减掉总支出 就是两百多万 所以我不晓得 他是哪里不明白 还是刻意在误解造谣 那两千万的贷款 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就把它花光了 陈佩琪未救夫 试图厘清金流来源 但钱的来源都不拗 情上火线 就怕成了提油救火 好 到底是提油救火 还是说呢 这一场记者会 其实某种程度的 悲情牌诉求 有达到目的呢 因为毕竟除了金流之外 我们看到佩琪医师 有特别讲到 她自己的病情 她有忧郁症 还有她的公公 现在要化疗 已经高零九十岁了 包括家人四散 不敢回家 家破人亡 被这个抄家灭族 的确有打动到一些人 觉得有测瘾之心 那关于金流的问题 我们刚刚看到了 她有特别说 对 我手上大概有 1628万这个金流 我可以说分明 五大来源 她有讲了一部分是 她的妈妈的老年年金 加上一些她爸爸 留下来的遗产 第二部分500多万 是她过去在医院工作 的薪资所得 陈沛奇她是小儿科医师 那医师的薪水也蛮高的 所以家家是500多万 另外第三部分是 柯文哲在2018年选 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有一些选举留下来的钱 因为有补助款 扣掉他们房贷 贷款 拿去抵押的钱 加加减减 她说还剩230万 这个部分 我记得淑慧也提出质疑 还有第四个部分 171万 是柯文哲当医生的时候 有一些薪水还留下来 第五部分164万 这个就是 之前媒体曾经揭露过的 像是稿费 演讲费 各种车马费 出席费 还有 亲友红包费 什么意思 有时候有一些朋友 会说 你所考虑 你没钱 包5万 10万 大概是这个意思 架虎 这个 其实政治人物都会觉得 这个是小钱 的确是有些人觉得 我赞同你的理念 我给你一些 我斗内一些钱给你 大概是这样的现金来源 可是这个总价 总计1628万 还是很多人提出 相当多的疑点 也有人说 你不要在这种小节上面打转 其实这些都是小钱 我们是没有看过大钱 对于这些政治人物来说 真的都是小钱 老师 这个法律上各位都知道 举证之所在 败诉之所在 这些是属于你的个人理财 不论他有没有悲情 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式 我个人觉得 这属于个资 就你上个礼拜吃了什么东西 除非你特别印象深刻 没有吃过的东西 不然你上个礼拜 上个顿昨天吃什么 我都忘掉了 那这些钱 当然对一个 两个 两个都在台大医生的人来说 他们还有不开业的奖金 其实家家间间 不止这些钱 我坦白讲 所以人家怎么理财 你还就要跟你做交代 什么时候讨论这个社会 变成说 对个人的隐私权 生命自由财产 这三个没有非经法院 三级三审 是不得任意剥夺 我们现在形式上 就是集体霸凌 陈碧琪在说 他也不是当事人 你要问问柯文哲 情有可言 因为是租港 在整个精华案当中 有没有罪 检察官判定 跟法官判定 但陈碧琪何其无辜 你要把陈碧琪扯进来 我认为是不应该 除非你有证语说 他有徒利 他有参与其中 他跟柯文哲上这个事情 有商量在东边的窗户之下 今天东窗事发了 否则去找陈碧琪 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我觉得 我认为 以一个从澎湖来的女孩子 第一次考上台队医学院 本身我就很崇拜 因为柯文哲还考第二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柯文哲重考 他前面考洋名 他后来考上 有补习班 他把柯文哲的名字跟 我们签后界 他广告座很大 他还收了一些广告费 他那时候就开始用他的名称 当然柯文哲是很杰出一个人 这不用讲 但这跟他这一次案子 完全没有关系 错跟对 最后让法律去考虑 但作为一个法证跟管理的 一个研究者 看这些事情 我觉得总是不对 因为台湾税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看他16280 1628万要解释 他薪资500万多少钱多少钱 看起来好像很多对不对 我举两个案例就好了 有人在高铁上皮箱 黑色皮箱300万 跟他讲这是你的 他承认不肯承认 高铁的员工拿去给他 他还翻脸说 这不是我的 他掉这些东西 原来是你的 原来是我的 这名字还是要讲出来 民进党的大咖 老师不好意思讲 300万还有说不要的 3000块 300块 我都在地上 我都努力捡起来交给警察 300万这样说一直否认 那为什么不去问他 相对之下 陈北琦何其无辜 他没有任何的党公职在内 第二个就是 另外案子是家里面 被小偷偷了180万 警察说有人来报案 他说不是 不是我们家 后来查就是你们家 撕掉180万 这钱都很多 对一个上班族来说 所以我觉得对 撇开这个案子不谈 中间歪了歪到这边 陈北琦这边来 我觉得是不应该 这确实有已经接近了 抛家 灭族 他又不是贬少 拿很多礼券去报仗 如果这些都跟金华城 案没关 除非你有证据证明说 这些金流是从金华城 跟相关企业 流到他们家去的 那你可以要求依法处理 否则根据我们 整个国家的法律 跟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 生命 自由 财产 这三个者 不仅没有经过三起三起 就要任意剥夺 集体霸凌 我觉得这个社会 也不应该允许 的确我觉得对陈佩奇跟柯文哲 这对夫妻的搜索 或者是公布细节 已经到了近年来看到 已经力度大到某一个程度了 陈佩奇她很疼小孩 就是一个台湾妈妈 我们看到她特别讲到说 她的小孩都不敢回家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媒体公布了 柯文哲被羁押那一天 她的儿子吃了高档牛排 那陈佩奇也特别讲说 为什么她要去ATM 把钱存到小孩的账户 我们来看看 小孩的时候你要带你自己的存折印章 我用两张的提款卡去提领 然后存进去 这样快 柯文哲妻子陈佩奇 日前公开分享自己的ATM理财数 而说到转账给小孩 就是这句拿两张提款卡去提领 再存进去又惹来外界质疑 议员困惑为何不直接用 网络银行一键搞定 地界网银约定转账 单笔上限高达200万元 转访当天陈佩奇小超写道 我们的账号领出来存到小孩账户 因为本来就可以合法赠予一人244万额度 虽然后来访问并没提到这句 但显然对于这一点早有准备 因为柯文哲2014上任市长后 三名子女都成年 所以按公务员财产申报 免申报儿女财产 外界质疑会不会又成为金流的另个灰色空间 给小孩的钱没有申报 有人也提出质疑好像不太对 我想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其实我想这段时间 大家对客家的整个钱的管理方式 已经是全民大公开了 老师说客人的财务 基本上就是他们家的财务管理 看得出来也是就是佩琪夫人在做相关的处理 我先跟大家讲这一场记者会 其实跟党中央没有关系 纯粹就是因为佩琪夫人她发现说 检方告诉她不要说 出去不要说 但是隔天就看到媒体爆出来这样子 所以她觉得要讲她就一次都把它讲清楚 所以她把这个她认为她可以整理的 她都全部把它整理出来 而且大家知道那时候一开始她的那个 什么银行账本都被检方都扣去了 所以她就这阵子就是去调相关的一个资讯 我看到有些人还说她 看到了她跑去什么意义 她就是去调那个 保险箱 不是 因为保险箱 还有她的那个相关的这一些 就是账户的一个资料这样子 我觉得这段时间确实 很多的这个内容跟讨论 已经真的真的太像连续剧了 包含她的这个ATM要存多少次 包含她的这个怎么样会钱给她的小孩 还有她的小孩有没有在吃牛排 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是太故事化了 我觉得应该回到原点 就是大家前面一part的讨论 我觉得是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就让检方好好办吧 办到这边 大家想要拿出来谈的 笑的 开玩笑的 然后这个编故事的 也都走差不多了 我觉得佩琪姐 我也觉得她到这边 这次讲完就好了 就不要再对外再讲什么东西了 就全部交给检方 好好去查 好要去办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 主席不要抗告的一个原因 所以回来讲 我觉得这个议题到这边 就是说柯文哲到底在金华城里面 是土利还是社滩 有没有金流 我们就交给检方好好去办 柯文哲自己也讲了 他不抗告 他在北索要待满两个月 就是有一个空间让北检 让检方好好的去办案 我们进行广告 10月份还有一场罢免投票会登场 这是基隆市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 我们看到今天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过去顾良 帮谢国良打气加油 我们来看看 从新北赶来基隆摆摊将也能碰到自家市长 这位大哥惊喜之情全写在脸上 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投票 迈入倒数一个月 与前来合体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卯足全力逢人就提醒记得投票日期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还有一个月就要投票了 我们的侯友宜侯市长 刚好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来给国良最重要的支持 仅仅做这个精神 绝对可以胜过任何别人恶意的每个人挑战 反对恶意罢免侯仪恶度来到基隆 陪同谢国良扫街 但就这么刚好 拆良团体宣讲 站车启动 就挑在距离几十公尺外的路口 各自号召 人马前来好在时间巧妙错开 但谢国良说行程早已安排 到底是谁 闻风而来 我们尊重 从昨天到今天 还有未来的二十八天 我们通通都尊重 我们也很意外 刚好今天在同时 我们一样选开了这个地点 那因为我们其实 原本早上九点就要开始 在新一市场的战车活动 那一样就是为了尊重 不同意见的民众 所以我们才延迟到十点 才真是开始 谁先谁后 各自反驳 但谈话市场 初来接球 似乎罢免团体 比较想 化被动为主动 大家刚刚看到侯友宜市长 到了基隆 他人气可能 这个看起来也蛮热烈的 因为你知道 他是蛮接地气的 跟摊商握手吃小吃 他说他相信谢国良可以过关 可以胜过恶意的抹黑 那另外我们看到呢 在基隆市有很多 这个罢免的一些海报 那我们看到这个局拍 诉求罢免的正当性 就是在街头 我们看到罢免团体 去希望拉拉票 要罢免谢国良 而另外他们列出30个理由 30个理由 那谢国良说这是政治反扑 这是政治反扑 这个谢国良这一边是说 这个没有正当性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青鸟也来了 21号要到基隆开奖 因为距离罢免 其实还有将近一个月 两边都在冲票数 他说有一些年轻朋友 也要来这里宣讲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罢免谢国良 那有很多很多的议题 包括像是林沛祥也被拉起来 当垫背了 所以我们看到联合报的 重磅快评就说 罢良团体已经无招可出了 可能在谢国良本身 他可能仇恨值也不是很高 可能找不到其他的方法 所以就拿林沛祥 因为他是基隆士 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国民党籍的 拿出来当垫背 也在批评他 来 请教淑慧 过去民进党 在操作这个罢免 或政治人物的仇恨值的时候 靠的就是特定媒体的配合 20小时政论节目 不断的谈 不断的谈 连掉一根头发都说 他丢垃圾在地上 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超家灭族的地步 那这次我们看到特定媒体 显然对柯市长 比较有兴趣 所以也让他们 没有办法分兵两处 让民进党没有办法分兵两处 这是第一个 这一次罢免草不热 第二个我觉得这一次 国粮市长采取一个 非常好的策略 就是热处理 直线对决 直求对决 因为他是现任的市长 如果他低调处理 好像说我只希望不要过门槛 但他现在用的是 我希望所有支持我 肯定我市政的人 你们都出来 所以国民党的 这个从南到北的所有的 不管是县市首长 或者是说 我们地方民意代表 几乎都轮番到基隆去 就是 就来责命 你们可以提罢免 那是你们的权利 我也可以诉诸我的市政成绩 请支持我的民众 出来反对罢免 我觉得这一次他采取的策略 对我个人来说 我是觉得这样是 比较有自信的一种做法 来 米先 每一个政治人物 都可以接受检验 所以包括罢良团体 他们发动罢良 可是大家要思考 罢良的源起是什么 是因为东岸商场的经营权 回收Net的一个 经营权的一个问题 现在包括几个官司 现在都判定基隆市政府 是胜诉的 而且包括 你看Net他是二房东 他主要的房东是大日集团 大日集团包括卷入了 行贿的一个弊案 这确定是弊案的 被起诉了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罢良 他的正当性是完全不存在 第二个 已经官司已经起诉 当然现在投票是 箭在悬上会投票 可是我认为投完票之后 包括基隆市政府也要追究 包括前朝甚至林又昌的 政治责任 这都不该去查吗 大日集团难道都没有 都没有关系吗 你行贿只有一个 一个基效人员而已吗 没有向上吗 所以我们来查 包括台北市的金华城 金华城是B案 谁疏失 谁决策要查 类似基隆的一个大日商场的经营 这个已经有行贿了 官司都已经有起诉了 难道不应该查吗 我觉得甚至我们跟国良也聊过 我觉得国良至少在 他对于大日集团这个 要不要追究他的政治责任 我觉得谢国良反而对这个 是比较仁慈 甚至比较没有说要追杀到底 所以反而在整个政治工坊上 谢国良看起来是太过于仁慈 太过于手软的 所以这个至少在罢免上 我认为正当性是完全不存在 如果太过手软 下一次的选局可能就有点危险 我们来看到民进党 跟这个罢良团体 到底有没有离应外合 这个是蓝营一直不断的在指控的 我们看到包括 国民党的发言人就说 这个民进党的最新文宣 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早在8月就已经出现在 罢良团体测议的组织的官网上面 所以他认为抓到了 像这个文宣一模模一样样 表示你跟罢良团体 本来就是通气的 还说没有介入 来 请教发言人 是不是有没有介入 我确实没有介入 因为大家有看 像其实像国民党 现在的态势很明显 就是所有的大咖 都轮番到基隆来 就是为谢国良站台 然后诉求卵军的团结 大家可以看到民进党 其实完全没有做类似的事情 没有其他所谓的天王 政治明星轮番到基隆 来去跟他不断的吹 罢良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态度一直都是说 尊重这是一个基隆市民 发起的公民运动 当然可能基隆在地的议员 在地方上也互相 彼此有认识那样 我觉得那跟你说整个政党定调 我们现在就是要全力 去介入 去吹下去 那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所以刚刚大家在讨论 就是说罢免的正当性 我是觉得检讨这个问题 有点奇怪 就是说何谓罢免的正当性 因为显然在罢良 一阶 二阶 他都是收集到了 这样一定数目的市民去连署 显然既然有市民 对谢国良的市政不满 不论你说是联署过关 或者是在媒体做的 这个县市首档民调 谢国良是敬培莫做最后一名 那既然有市民地方 有这样的声音 他们去行使他们的公民权利 我觉得这个都是 我们民主体系运作的一环 所以不至于会有什么 所谓有正当性 没有正当性的问题 来 请教老师 这个职求对决 职理力争是现在政治人物要学的 英文里面讲说这个政党对决 No voice No choice 你没有出声音 你就默认 比方说如果谢国良 如果 他是任劳任怨任棒 担任的任 你如果不出声这方面 你就变成任劳任怨任棒 承认的任 同一个音 完全不一样 你不出声音 就变默认 所以我觉得我同意 无争的看法 做人可以无争 但政治一定要争 退一步海阔天空 对不对 有时候想想 好像是忍一时海阔天空 退一步越前越不对劲 所以这个政治人物 尤其在面对这种罢免的时候 这是公民的权利没有错 但你要去说明 为什么你要把这个罢免 变为不可能 所以我认为说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先讲我的结论 目前看起来 因为氛围跟热度都不在那里 所以我给四个字 欲罢不能 的确确 我看这个谢国良 某种程度要感谢你 因为现在所有的媒体的 政治新闻的焦点 都在金华城 都在柯文哲身上 而比较吊诡的是 我们看到基隆市的副市长 其实是民众党籍的 可是这一次民众党 在全台湾的宣讲活动 独露基隆 就有人说 是不是因为想要避开 这个罢免的战场 当然没有 这个我特别刚刚问过了 就是只要各地有想要办 这个有关集结的活动 都可以去办 所以不会堵漏基隆 我觉得对于谢市长 这一局的罢免案 我觉得柯文哲之前 大概就已经表态得非常清楚 他觉得根本就不应该 要起这样的一个罢免 不过因为这个罢免之初 我觉得谢市长 他其实真的 还取比较低调的方式 在做对应 刚刚吴森发言人是说 没有请全党之力 但是我最近的观察是这样 就算是他现在 整个政治的风向上 非常关注在柯文哲身上 但是基隆的绿营的议员 还是有努力的 想要在这件事情上做点什么 投一些议题出来这样 虽然谢市长现在他是有各国民党的 大咖去站台 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尤其是到底要不要出来投票 出来投票之后要怎么投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对民众 来说清楚 讲明白 这样子才不会造成一些误会 有些人觉得看一看 好像也不太会成功 也不见得会出来投票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 宣传上面还是要加急 忍一时海阔天空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步越想越不对劲 还是努力讲清楚说明白 对 这个罢免投票是在 10月13号登场 现在看起来 在莱茵这边动作很大 刚刚吴珍发言人士说 民进党没有处理 这个并没有介入 可是我知道林宥昌前市长 他也到基隆好几次 他有任何指示吗 或者是要保持距离吗 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想要 不过是因为国民党的 也有没有做法 他也有任何指示 他也有任何指示 那么它是好 他的区别